48岁的藏族手艺人角巴是青海省海东市画龙回租自治县 纵刊面素艺术飞翼传承人 他14岁开始学习唐卡和面素 平日里除了制作寺院泥塑外 还会根据所见所闻创作接近生活的面素艺术品 如抗议英雄、抗议场景还原、青海画龙拉面、高原农牧民、动物等作品 1月15日记者来到青海省海东市画龙回租自治县志哈家村 角巴在这里有一间小型面素展馆 除工人参观外 他也会在这里创作和培训学徒 据他介绍 好的面素作品不仅要美观 还要能永久保存 这对原材料的要求很高 以前用青柯面做面素 两三个月就会开裂变形 经过他的一次次改良 将加入酥油、蜂蜜、防腐剂等材料的白面粉 放入锅内蒸30分钟后 极大的提高了原材料的柔韧性 目前制作出的面素作品可以永久保存 他将来解放在这里 他将来解放在这里 我将来解放在这里 自己会给大家入枕 他将来解放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他将来解放在这里 把海中的洋里面 他将来解放在这里 脚巴告诉记者 制作面素不仅要有绘画功底 还要有将平面图案 转变为立体造型的想象力 现在有很多网络订单 都是根据照片来做面素 如果没有想象力 做出的作品就会和照片相差很大 据了解 仅制作一件人像面素作品的头部 就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不仅要反复比对人物的面部比例 还要还原表情 神态等细节 有时一根头发的走向 都能改变整件作品的还原度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作品 是脚巴十年前发现的商机 客户会将亲人 偶像 宠物 或具有意义的照片发给脚巴 制作成面素留作纪念 现在他制作的面素定制品 每件售价根据大小 在200元到800元不等 每月平均销售额达8全元 脚巴说 他计划开一家面素文化体验馆 培训更多的人学习面素 了解面素 同时在材质上继续探索创新 加入高原特色 降低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